2024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 让去体检 体检在哪呢 在305医院 305医院就是原来李治隋当院长的那个 在中南海的西北 我要去这地很绕 其实我们之间只隔着一个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不许骑自行车 我要走着去得走20分钟 我就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不让进 所以我得绕 绕到爱民街 就是军委 什么总餐那种 得绕 绕我就骑自行车 我已经有三个月 四个月没骑自行车 我这裤子呀 是那个 泰国进毒部队的裤子 所以它有好多兜 那兜是装子弹用的 夏天就特热 我就把那兜给拆了 一拆了 结果一边俩大补兵 我现在也不知道 骑检有什么规定 是不是还不许吃早饭 我是没吃早饭 我怕我白去 白跑一趟 所以就连水都没喝 所以骑车就觉得没劲 年轻的时候 我几乎不吃早饭 出门就走 现在不行了 垂垂木鱼 一场秋雨一场寒 今天早上这场雨真好 把路洗干净了 知道我没打疫苗 知道我海湾战争后遗症 白血球不到一千 上次一年前是两年前 也是在305区远 我白血球不到一千 后来我就采取了多种治疗 但那些治疗不知道 管用不管用 一会查血就知道了 其实这自行车呢 是我徒弟小玩闹的 他出国留学前 把这辆旧车给我了 虽然是旧车 但是他把所有关键的部件 全换的是总成 总成 那会儿我还没聊到呢 我徒弟那会儿也可以 所以都是原厂4S店 换的4S的配件 所以十分可靠 包括轮胎 刹车总成 还有什么呀 唯一不怎么好的 是这锁 但这个车是我应急的 平常我去北大医院 北大医院就在我右边 和每年体检 我都骑这个车 现在不到8点 我可能能从305的进门 就是穿堂门穿过去 以前能穿 但这两年 保卫制度提升了 去年我就没穿过去 前年都是可以从这个门 我一下就能穿过去 张忠行就是死在305的 挂的爷爷的遗体告别 也是在305 还有谁305 想不起来了 垃圾的你看 老头 我就不错了 没沦落到这一地步 我就很不错了 老头 早知道了 他不错了 最坦的 我安心的 还671分钟 很不错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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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